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24 水泥水电工程建筑材料的应用 那么这里基本上以选择为主 但是会有一些零星的案例考虑 主要以选择为主 会有一些零星的案例考虑 如果遇到零星的案例考虑了 我在后面也指出来 基本上以选择为主 那我们首先看看我们的分类 我们来看看分类 是我们的建筑材料 按照什么东西 按照它的物化物理化学性质 我们分成三大类 那么第一个是无极材料 那么第二个是有极材料 那么第三个复合材料 那么三大类 那么无极材料里边 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角凝材料 角凝材料 角凝材料它说有无极材料 但是我们注意了 说我们无极的角凝材料 注意 是这是无极的角凝材料 无极的角凝材料 所以无极的角凝材料 我们细分分成两类 那么第一类叫做气阴性的角凝材料 那么第二种叫做水阴性的角凝材料 什么叫气阴性的角凝材料 说这种角凝材料只能在空气里面 养护 你如果养在水里面 它的强度不能增长 只有在空气里面 它的强度随着时间推移 它会增长 我们玩这种气阴性的 成全材料有什么 石灰 石膏 水泊里 那么既然 它是气阴性的 所以说来后面讲了一句话 只能用于地面上干燥环境的建筑物 那么接下来就是水阴性的 水阴性的角凝材料 这种材料不仅在空气里面 还是在水里面 随着时间推移 它的强度都能走这样 这种材料 我们常见的就是水泥 这就是第一个无机材料 一个细节 那么第二个有机材料 有机材料里面 我们包括三大类 那么第一个就是沥青材料 沥青材料 你注意 它属于角凝材料 它属于有机的角凝材料 那么第二个就是植物材料 第三个 合成高峰值材料 你比如说 我们的橡胶 塑料桶 这都属于合成高峰值材料 看看 最多出选择 流来一下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第二个内容 我们常见材料 它的特性 那么我们常见的 第一个材料 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们的土石材料 就是我们的土石材料 我们土石吧 所以是呢 第一个内容你看 说对于我们注意啊 揪紫土吧 揪紫土吧是干嘛的 它的功能 你首先搞清楚功能 然后再来看它的特性 它的功能有两个 那么第一个 要干嘛 要防身 那么第二个 要么就是什么 你既然是挡水的 那就一定要有强度 因为你是一个挡水的嘛 所以我们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强度 第二个防身 那么其中 从防身材料来讲 你的渗透系数 K 你看 你的K 一定是小于 一乘十的 负四次方厘米每秒嘛 作为防身材料的 哪些东西可以作为防身材料 我们的粘土 壤土 虽然它的土料 就是粘土和壤土 粘土里面 可以有小量的砂 但是砂含量要严格控制 所以这时候你看 它要求什么东西 讲到了 最有一定的抗生性和强度 那么这时候呢 既然是有防身 它的渗透系数 不宜大于 你看前面讲过的 一乘十的 负四次方厘米每秒 那么这个渗透系数 跟什么有关系 跟年龄的含量有关系 所以年龄的含量呢 记住数字 10%到30% 那么另外一个呢 你既然是强度 那就要求你的 有机日的含量 有机日的含量 越高 你的强度就越低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你看就不能大于5%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的易容颜 你的含量要小于5% 所以呢 几个数字 记一下就行了 这是我们说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 鞋墙霸 鞋墙霸 那么注意了 这里面鞋墙霸鞋墙霸 有两类材料 那么第一类材料 防身的 就是我们的鞋墙 我们的鞋墙 就是防身的 那么还有一个 叫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 就是我的霸鞋料 做干嘛的 做支撑的 这里面说的 你看 说我们新疆 我们的鞋墙 那我们这里面说的什么 这里面注意 说的是霸鞋料 说你的霸鞋料用什么东西 说你用中杀凑杀 你的鞋石 暖石 这说的是霸鞋料 那你的心强 鞋墙 你要用 渗透系数 这个渗透系数 一般来讲 K 小于 一乘十的 负五次方 厘米每秒 所以说呢 你看 这时候呢 他第二段话 讲到什么 防身用的 防身用的 那我们两类土 那么 第一个呢 就是粘土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壤土 谈到圣贼去数 我们一般来讲 小于 如果说新疆 或者写下小于 一乘十的负五 负五次方 的意味每秒 那么第四个 就是我们 对于土石办来讲 在下游车 一般要做一个 排水设施 那么排水设施 目的干什么 就是为了防止 它的渗透压力过大 目的是干什么 有水 不要把水积起来 就是说来 把水要排走 所以说来 我们注意 最后一句话 排水设施 不能用 分化岩石 说为什么不能用 分化岩石 如果你用了 分化岩石 分化岩石 它的什么 注意了 说分化岩石 它的空隙率 注意 说它的空隙率 就很大 空隙率 当然以后 它就把水吸住了 吸住以后 我的水就排不走 所以这时候 我们不能用 分化岩石 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 就是土空合成材料 土空合成材料 土空合成材料 是我们第四大主材 那我们主要包括四类 那四类 第一个 土空植物 土空植物 干嘛的 透水的 那么第二个 土空膜 土空膜是干嘛的 防胜的 那么第三个 就是土空复合材料 你比如说 我们的复合土空膜 就是说两种材料 把它复合在一起的 那么第四种叫做土空 特殊材料 这么四大类 那么在我们土石结构里边 为了加强 土石结构的强度 我们一般采用什么东西啊 用作将精材的 就提高我们土材料 土石方材料的 它的强度的 这种土空合成材料呢 有哪些 那这时候呢 有土空格栓 土空格栓 你注意 它属于我们土空特殊材料 那么第二个 就是土空植物 那么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土空带 土空带 那么第四个 就是土空格栓 土空带 它属于什么东西呢 它属于 土空复合材料 土空格栓 它属于我们土空特殊材料 这就是我们说 用作加精材的 土空合成材料 主要有色类 主要有色类 那么接下来大的第二类材料 我们叫做 岩石吗 或者我们叫做贴岩石料 千燃石料 按照它的形成激励 注意 是按照它的形成 按照它的形成 我们一般来讲 风尘三类 那么第一类 叫做火成盐 或者叫做炎酿盐 那么第二类 叫做水成盐 或者我们叫做成金盐 那么第三个 叫做变质盐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从强度来讲 强度最大的 就是火成盐 强度最小的 变质盐 那么第二个 从我们的风部特征来讲 我们一般来讲 最表层的 这个叫什么 这叫变质盐 这是地表的 最往向是什么东西呢 最往向就是水成盐 最底部的 这叫什么东西呢 最底部的 这叫做火成盐 这是第一个 大的 那么第二个 要注意细节 是我们常见盐 时的峰会 规律的问题 那这时候 大家注意了 是我们的水成盐 或者成金盐 有两类 那么第一个 叫做石灰盐 那么第二个 叫做撒盐 石灰盐 大家注意一下子啊 干嘛的 石灰盐 是我们哄您的骨料 常用的 说为什么用石灰盐 因为石灰盐 第一个 它的强度比较高 它的强度要比 我们的变质盐 要高 那么第二个呢 它的一般来讲 开采的成本比较低 是吧 我们一般都有石灰盐 那么变质盐 大家注意啊 我们有三类 有些学员讲 有一个口语化的 叫马大鹰 叫马大鹰 什么叫马大鹰 片马鹰 大脸鹰 石灰盐 那么剩下没讲到 大量的就属于火层盐 一定说花钢盐 那就属于火层盐 我们只需要记住 下面五个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它基本上年纪初选择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我们水泥 水泥呢 我们一般来讲 按照它的作用 或者功能来讲 我们分的三大类 那么第一类 叫做通用水泥 也就是说 任何地方都可以用的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个 叫做专用水泥 所谓的专用水泥 就是专用在某些 功能或者某些部位的水泥 你比如说 我们规则员的大坝水泥 只能在大坝里面用 其他地方不能用 你比如说 道路水泥 那只能在道路里面用 其他地方不能用的 这叫专用水泥 那么第三种 叫做特性水泥 所谓的特性水泥 就是有特殊性能的 你比如说 我们快应归则员水泥 这个呢 要求你硬化的时间要短 我们一般的 归则员水泥 它的硬化时间多少天呢 28天 但是对于快应的归则员水泥 它的硬化时间是3天 你比如说 在硫则员环境里面 我们用什么 就抗硫则员 归则员水泥 这个呢就是特性 我们用的最多的 就是通用水泥 通用水泥里面 我们分成六大类 分成我们归则员水泥 我们普通归则员水泥 我们矿杂归则员水泥 火山灰制归则员水泥 粉煤灰的归则员水泥 复合归则员水泥 那么通用水泥 那你注意 说你的出凝时间 你不得早于45分钟 你的出凝时间 你不能超过10个小时 尤其是出凝时间 你不得早于45分钟 如果你 小于45分钟 这个呢我们叫做废品 叫做废品机 也就是不能用的 这是第一个内容 那么第二个内容呢 最多选择 就是水泥的适应范围 适应的范围里面 只有一个内容 大家看一看就行了 说在我们水泥变化区 水泥变化区的 位部红凝土 一流面 受到水流冲伤部位的 红凝土 我们最后一句话 一定要避免采用火山灰植的 龟塞液水泥 为什么说不能用火山灰植的 龟塞液水泥 因为火山灰植的 龟塞液水泥 它的抗冲刷能力 太差 它的抗冲刷能力太差 这一个呢 稍微注意一下 最多出选择 说不能用什么东西 那你注意 不能用火山灰植的 龟塞液水泥 这是第二个内容 那么第三个内容 注意 这个地方是一个案例考点 案例考点 案例考点考什么 就是我们水泥 我们解液的内容 那么前面的一句话呢 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材料 原材料 你抽策的时候 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东西 治疗证明书 那么对于水泥来讲 你还有一个28台的 就是通用水泥 你有一个28台的强度证明书 那我们看看 是水泥 你的出厂的质量证明书 它的内容是吧 内容是什么 那么这里边别人要考你了 那么第一个是厂民 那么第二个是你的品种 第三个强度等级 第四个 你的出厂日期 第五个抗氧强度 第六个安定性 这就是我们 出厂证明书 它必须要有的内容 这是别人可以考案例的 那么接下来下面一句话 这一段话是选择 是选择 选择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水泥 在什么情况下要 复试 就是我要 除了有出厂证明书和28的强度证明以外 我到现场我要做实验 必须要做实验 那么根据什么 根据实验的结果 来决定我使用还是不使用的 那我们有四种情况 那么第一种情况 就是用于沉重结构 工程的水泥 它没有出厂证明 说这个沉重结构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的水泥 没有出厂证明 那么第二种情况 就是我们 普通的水泥 你的重处期超过了三个月 所谓的超过三个月 就是从你的出厂证明书 你的出厂日期开始算 如果说超过了三个月 那么对于亏议水泥来讲 如果超过一个月 那这时候呢 它的质量可能会发生变化 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测试 那么第三个 就是对你出厂 质量证明书里面的任何一个内容 感觉有回应 或者是你没写的 烂药车 哪些东西呢 你看你的厂名 你的品种 你的强度等级收场 日期 你的抗扬强度 安定性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进口水泥 因为进口水泥呢 我们用多少 没有经验 这时候来走吧 我们的参数 搞不明白 这时候来我们就要 做检验 这种检验 我们叫做复试 复试 那么根据你复试的结果 我们这时候来来决定 你是用还是不用 还是我们给用 这就是我们说的 因为所以你属于我们三大主台 在我们水泥水泥工程里面 或者在我们的建筑工程里面 或者在我们的建设工程里面 大量采用的 是吧 这一块内容呢 别人可以好安利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水泥制品 水泥制品里面 我们有两个 那么第一个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我们叫做三江 水泥三江 那么第二个 我们叫做红金土 水泥三江 我们说的一般有什么组成 跟这个红金土最大差别 说它有石 它是没有石 这就是最大差别 其他的都差不多 说这个水泥三江 它的工作性能怎么样 我们一般来讲 说这做工作性能 我们用合一性 水泥三江 由于没有石 所以说呢 它的合一性包括两个指标 第一个是流动性 第二个保守性 那么这个来出最多出选择 说水泥三江 你的流动性 又什么 又沉浓度 你的沉浓度越大 你的流动性越强 那么第二个保守性 现在我们理论上来讲 我们用密水率 密水率 所以我现在 我们规律质量的水泥三江 在一定时间里面 你封出来的水的 水分的质量 它们两个的比值 但是这个指标呢 测起来了 不方便 我们的工程里面 当然采用什么东西了 注意 采用的是封程度 那么我们正常情况下 我们水泥撒向的封程度呢 是多少呢 一到两厘米 那么第二个就是混凝土 我们叫做水泥混凝土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案例 说我们一个水泥混凝土的质量 好不好 那注意 说我们一个混凝土的质量的 主要技术指标有哪些 书里面我们教材里面写了两个 写了三个 我补充一个 有哪些呢 第一个合一性 那么第二个强度 那么第三个呢 书里面讲的耐久性 第四个呢是补充的 叫做变形 这么四个指标 你不能说我们的强度 越高 我们混凝土质量越好 你的这个概念是错的 我们实际上说 混凝土 它的质量是一个综合指标 它包括你的合一性 所以你的合一性不行 你的这个质量没办法保证 所以你的强度 好的 但是你的耐久性不行 那也不行 实际上我们现代的 混凝土 我们主要是耐久性方面 强度基本上没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是我们水泥混凝土 它的合一性指标 那么对于我们水泥混凝土的 合一性指标呢 看对比沙江 在沙江里面 由于沙江没石 而我的混凝土里面有石 所以说呢 这时候呢 你看增加了一个指标 相对于我们水泥沙江 增加了一个指标 叫做粘距性 什么叫粘距性 也就是我们石 跟水泥沙江的分离问题 剩下两个指标都有的 水泥沙江里面 你看流动性 爆水性 那么对于我们水泥混凝土 它的合一性怎么样 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指标 就是用摊弱度 它的单位呢是毫米 单位是毫米 你的摊弱度越大 说明你的合一性越好 这个呢 比较简单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就是 它的强度 那么对于混凝土来讲 我们用的强度 就是它的抗氧强度 抗氧强度 那么抗氧强度来 你注意 我们经常用一个数字 说这个混凝土是C30的 那么这里面表示什么东西 C代表什么东西 C代表它的强度等级 这个是一个案例考虑 案例考虑 那么混凝土的抗氧强度 怎么测 我们是标准世界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编成为15厘米的立方体 这标准的养护条件 什么叫标准养护条件 两个 那么第一个是温度 第二个是相待湿度 温度呢 你看18度到22度 相对湿度呢 大约95% 养护多少天呢 养护28天 对于困阴水域来讲 我们养护3天 这时候测出来的 叫做立方体 它的抗氧强度标准值 如果C30 那也就是说 你测出来的抗氧强度 标准值是多少呢 说这个C30 它的抗氧强度标准值 是在什么范围里边 说这是在30 小于35 单位照炮 这个呢 就是我们用C30 来表示的 保证率是多少呢 得到这种结果的 保证率是95% 那么这个抗氧强度 跟有什么有关系呢 稍微看一看 那么第一个 跟你的施工方法 以及你的施工正量有关系 那么第二个 比较明显的 就是水泥的强度登基 以及你的水胶饼 那么第三个指标 就是跟你的 骨料或者脊料 它的种类以及鸡排 那么第四个 就是你的养护条件 以及你的零星 这些东西有关系 哄泥土 它的抗氧强度 一般我们很少采用 但是我们有一个数字 记住 说一般 哄泥土的抗氧强度 是抗氧强度的百分之十八 这个数字看一看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看类酒性 类酒性是一个综合指标 这里面包括抗胜 包括抗动 包括赖膜 包括赖浸食 这些合起来都叫做类酒性 那我们来看看 抗胜性 抗胜性怎么表示呢 对于我们抗胜性的东西 大家注意 对于我们渗透来讲 我们两种 一种是你看看 说你是透水的材料 我们用渗透系数 如果这种材料是不透水的 那怎么办 我们用抗散等级 那么哄泥土呢 它不透水 所以我们用抗散等级 所以抗散等级怎么表示的 W 这就是抗散等级 那么后面的这个数字 表示什么东西呢 这个数字 4表示 它能抵抗 净水的水压力 的能力 注意了 4表示什么 0.4兆 0.4兆 是多少水头呢 也就是说 在40米的水头情况下 也就是说 我把一个火泥土 放在底下 上面需一个水 多少米的水头呢 40米的水头情况下 我放 它渗不出水来 那么这个呢 就可以达到W4 同样的 注意这个符号的含义 那么哪些东西 会影响我的抗散性啊 营养因素里面 包括你的水胶比 包括你的挤料的 最大粒金 也就是说 这里面说的 就是石的最大粒金 你的养护方法 水泥的品种 味加剂猜合料 以及你的灵性 有关系 那么第二个 就是我们说的抗动性 抗动性呢 我们用一个 F加一个数字 后面来表示 那么这个F 表示什么东西啊 F表示抗动等级 那么后面 这个100 表示什么东西啊 注意说 红泥土 一定要在饱和情况下 所谓的饱和 就是我们 红泥土里面 你的空隙 全部充满水 那么这时候 经过多少 注意说 经过100次 这个100来 是表示100次的 动容循环 注意说 动容循环 动容循环 包括两个 先把它动起来 由于你空隙里面 全是水 饱和水 这时候一动以后 来一结冰 一结冰 一结冰以后 一膨胀 让它 这一解冻 融 这时候呢 它也有收缩 经过100次的 这个膨胀收缩 这么140 这时候呢 不严重 降低你的强动 什么叫不严重 这样的强度啊 表现在两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 就是你的抗压强动 下降 不超过25%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质量 损失不超过5% 这就是我们说的 抗动等级 那么这个 抗动性 跟什么有关系 它的影响因素 那么影响因素里面 包括你的 混凝土的密实度 你的空隙的构造 和数量 你的空隙的 冲水深度 你的空隙 如果越大 你的密实度 越小 你的这个 抗动等级 就会越低 你的空隙 你的空隙的 冲水程度越高 你的抗动等级 就越低 那么这里面呢 告诉大家一个 就是一个案例考虑 合起来的 就是一个符号的 含义 这个符号的含义 这个来我们叫做操作题 也就是说你能试着土啊 你比如说设计单位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一个哄凝土吧 我们在霸机面 我们用的哄凝土 是这个哄凝土 那你 施工单位要干嘛 我要配出这种 哄凝土来啊 那我要配出来 我首先要知道含义啊 含义什么东西呢 C前面讲过了 归了的 C是表示它的强度等级 那么这个下面下标是180 这个表示什么东西呢 表示说设计零期是180天 那我前面讲说 如果说我是一个C25的 那么这边没下标 表示什么东西呢 它的设计零期多少天啊 28天 所以你如果说设计零期是28天的 那就下标可以目标 如果不是28天的 那你一定要在下标上面要标 你的设计零期 那么接下来 看看这个25表示什么 这个25表示 哄凝土立方体 它的抗氧强度的设计标准值 是大于 等于25兆帕 小于30兆帕 那么接下来看 这个W表示什么东西啊 这个W表示 它的抗氧等级 那么这个4表示什么东西啊 这个4表示 世界能抵抗净水压力的能力是0.4兆帕 F表示什么东西呢 F表示它的抗氧等级 100表示什么东西呢 就是经过100次的 经过100次动动循环 那么这时候呢 它的质量 或者它的强度没有明显下降 那么也就是说 你的抗氧强度下降不超过25% 你的质量总是不超过5% 这就是这样一个含义 这是设计单位给的 设计单位给了以后 我们的施工单位 就要按照设计单位的要求 要派置符合要求的红净土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是否质量的要求 它是否质量的要求 是否质量的要求 我们说的这些要求 是否质量的要求 是否质量的要求